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当场就气急败患 保举名单上百人 分明是搞一小团伙 想另起无造的节奏 国家缺额有定 年选挤压了可举出声的官员名额 张婷宇是可举出声的代表 当他看到年更表长长的保举名单时 那脸上的表情已经写满了嫌弃 朝堂上只知军令 不知谎命 气得雍正只能找年非发火 饭局上连续 拒绝雍正的要求 搞得领导的面子都没地方割 上面的行为 雍正还能勉强容忍 那接下来的事就碰到底线了 年非当时 雍正跑到江苏 是查新政的实施情况 也考察一下自己的嫡系李渭 主徒二人先聊了几句心证 雍正批示了一句 一不如心人不如故 表示工作上认可了 接着 并开始吐槽年耕游 这分明是在给李渭预报天气 也是在观察他的立场 李渭小名狗儿 代表着激烈和忠诚 是从小就在云王府长大的奴才 他的一切都来源于雍正的恩赐 深谙雍正心意 这个时候 他只用顺赶塔就行了 因为安身立命的法宝是 终于在立场上 肯定会与雍正一条心 雍正展开全文理位当寻土前 曾与年耕摇关系密切 这个时候 如果帮年耕摇说话 会让雍正急心 我将大清裁员交给你 你居然还帮着我政敌说话 一个是大将军 一个是江南的财神 两个人会不 会有什么勾兑 所以 李渭为了打消雍正的疑虑 只能几对年耕摇 以划清界限 就在两人相互吐槽年耕摇时 雍正突然收到奏折 年耕摇杀了孙嘉诚 孙嘉诚是雍正安插西北监视年耕摇的耳目 也是新正的执行人 雍正看完 一言不发 就将奏折递给李渭 孙嘉诚和新正对雍正意味着什么 李渭不可能不知道 此时的他 除了顺从雍正的意思 棒打年耕摇 别无他法 李渭如果说 李渭是雍正的小棉袄 那张廷宇与雍正的关系 更像是盟友 历史上 张廷宇与雍正的关系好得不得了 张廷宇生了几天病 雍正就说自己手臂疼 以表示 张廷宇是功骨之臣 也是在雍正朝 张廷宇才真正开始发家 上书 大学士 军机大臣等职位 源源不断地送上门 而张廷宇和年耕摇 诸是康熙三十九的进士 两人一同入汉林 后来 张廷宇在张英的点拨下 远离了年耕摇 雍正王朝 里面 张廷宇在康熙时 就是上书房的首府 在雍正登基的过程中 有策力之功 在年耕摇的问题上 他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廷宇一 刑事 年耕摇的行为已经天怒人怨 上天欲警 清流联名弹劾 八野党出手 杀年耕摇的舆论 群众刑事已经造好 张廷宇如果不顺势而为 就会成为异端 成为下一个攻击的八子 二 公事 年耕摇九十二条罪状都已经拟好 随便一条都够别人死十次了 年耕摇不死 如何对得起被他杀的几十名官员 张廷宇是百官之首 需要拿出相对公正的态度 以赴百官 三 私事 年耕摇的种种行为 已经侵犯到张廷宇的利益 他又是雍正的前邸奴才 如果这次没有彻底消失 那将来很有可能会东山再起 万一进了上书房或军机处 张中堂的位置还不一定稳 年耕摇张廷宇借李福之口 选择当最后一个出手的人 将来即使用正反悔 要追究责任 也轮不到他 毕竟前面还有那么多人 李福是清流领袖 分量重 影响力大 这既是一种自保之术 也是借刀杀人 编年耕摇的一技重锤 李卫与张廷宇 两个人倒年的方式虽不一样 但出发点一致 顺应行事以保全自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